好,今天會說8.1的Example 7 這題其實都頗特別的 因為它夾合了 第二課你學過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然後再加一些Lock的東西 這裡就要求我們去Express Y In terms of X 用X 去表達Y 首先,第一件事你要記得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那條Standard Equation就是Y等於MX加C 那M就是Slope C就是Intercept 要做一些溫習 你看到圖其實是給了C C就是Y Intercept 其實就是這個 換句話說,這裡我們就可以設定了一條色就是這樣 第二件事,這裡新你要學到的東西就是 就是這個Y,你看到這裡的Y很特別的 不是單純一個Y 所以這裡我們不會寫Y的 就會變成Lock8Y 即是本身給你這個Y-Axis的功能 OK? 所以我們第一個步驟就可以寫到這條色了 就是LockY Base8 是等於MX減2 即使換句話說,這點的座標其實我們已經用了 然後呢,就還有這個座標還沒用 那這個呢,是30 那這個就是你學到的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裡面的概念 只要這一點在這條直線上面 那我就可以put x等於3,y等於0 記住這裡這個不是y 這裡應該是x等於3 就LockY是等於0的 OK 那換句話說,這裡就是put x等於3 and LockY等於0 進去這條Equation 然後呢,就可以找回M這個anone OK 那所以即是0 等於3n-2 好,然後呢 就 再去Solve equation 那我就知道 m就是3分2 然後put 分到這條色度 那就是3分2 x-2 好,去到這裡呢 你看到就已經是完成我們第一步 就是呢 y是出來了 在這裡 但是你看到有個Lock 那這裡呢 就是根據你在8.1 你學過 怎樣去處理這條Equation 這裡 OK,這條色 那如果有這條色呢 就是2的5次方 等於x 根據說話說 這裡就即是 8的這個次方 等於y 8的這個次方 等於y 那這裡呢 你看到 還沒做完的 但是答案 起碼出來了 就是呢 我知道y是等於這一塊 好,那我們調轉寫吧 好,那這裡呢 其實我們就發現到 因為這裡有個份數 然後呢 這個8 可以變成2 3次的嘛 那這個3呢 就跟這裡的3可以約 那就可以出發一個整數的index 好,那你要留心這裡是整個成 或者是3乘在這裡 再乘在6的2 好,所以答案呢 就是2的2x 然後3乘-2 就是-6 好,那這個就是答案了 這條 剛才的題呢 我臨時再加多一題 那這裡呢 因為呢 大家都要認識 如果是兩個axis 呢 都是lock 然後呢 就會提供一個這樣的東西 y等於axb 然後呢 就叫你找個value of a,b 那這類題目大家都要認識 那這裡呢 我想說多一條的 那首先呢 就 第一步呢 其實因為你看到這裡是有lock 那所以呢 這一句呢 我們就要去拆它出來 那我的意思就是呢 左右兩邊同時加一個lock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就看著呢 本身因為它有一個2在這裡 它有一個base2 那所以這裡呢 我們都要加一個base2給它了 好 那然後呢 就這裡啦 那這裡成這樣就可以拆兩塊相加了 然後呢 這個bindex的可以飛去前面 這條色呢 你見到就已經出了了 那這裡呢 就 batch這條色 y等於mx加c 然後對位吃飯 y等於mx加c 就是直線的equation 那你就會見到c 就是等於locka b 那然後呢 那這裡也要記得看 就是呢 現在的y就是locky 就是這個 然後現在的x呢 就是lockx 就是這個 ok 那即是slope 就是這個b 那如果slope是b的話 那你就看回 直線的slope 有兩點的嘛 這個是0 3 這個是-20 那所以呢 slope 就等於 3-0 0-0 0-2 那 which就是呢 就是b了 darefor b呢 就是3 over 2 然後 看完c了 就是這個 locka 來的 然後 就要考慮 c是什麼 那 c呢 就是y 就是這點 所以 換句話說 其實c呢 就等於3 那即是說 結果 a 就等於3 然後 就solve Equation 即2的3次 就等於8 ok 即2的3次 就等於a 了 所以呢 a就是8 好